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老话常说 近朱者赤 寂寞者黑 人生相处 找对人是很重要的 生活中有趣的人难寻 有趣的女人更是珍贵 一个女人持续的吸引力便是有意思 因为这样的女人 她在生活中总会有别人身上不一样的高级 这些高级其实并不格外特别 但却不是人人都能持有 越是有趣的女人 这三个高级就越让人欣赏 总能发现日常中的惊喜 朋友圈有位女士 日常拍自己的阳台 起初没有留心也没有点开大图 还以为是不是她发重复 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个评论 西红柿都结果了 养得真好 本西红柿爱好者 兴冲冲点开一看 的确瑟瑟饱满 看着就很诱人 除了西红柿盆栽 阳台上还有许多我都叫不出名字的花 其小分睡帘也是养得很宜人 盆栽几乎挤满了小小的阳台 种类丰富 却不让人看着杂乱 反而看着欣喜 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拍下自己这些花果的掌视 偶尔谈一谈养花果的小技巧 自从喜欢上她的朋友圈 也发现自己在忙碌的生活中 会因为她的花开了 果结了 而雀跃 满满的 自己也学着她去种植一些平常的花果 时常和她请教 宁静平淡的日常中 莫名多了一些从未有过的期待感 有趣的女人 能在日常琐碎的日子当中 去发现不起眼的惊喜 这一项高级 需要时间和心态的沉淀 很多人习惯了去应对嘈杂 却难有心思去应对平淡 无趣就在于 生活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但其实每个人的惊喜 都是需要去发现的 有趣的人之所以有趣 并不因为她的生活本身有多么丰富 而是因为她能在平常中创造丰富 创造惊喜 这点高级感 才最让人羡慕 不断求知 纳心能力很强 你知道什么是版主吗 放在之前 我也是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 叫我90岁了 可以来B站做版主吗 但凡去问一个年轻小姑娘 B站是什么 版主是什么 她大概能给你扯上一天一夜 年轻人的地盘 年轻人的视频平台 90岁的阿婆 敏慈却特别有兴趣 她要求自己的孙子 给自己兼账号 还给自己想了个 格外有意思的名字 敏慈不老 她说 你们都觉得我老 但是我觉得我并不老 她架个手机 拍自己做饭 采缝纫机 拍日常中的点滴 她是个经历过 战火纷飞年代的人 给年轻人讲自己 如何逃离包办婚姻 讲求学的艰难道路 讲战争年代 他们是怎么和国家 一起共进退的 诚如一位网友所说的 奶奶的亮点不在于年龄 而是奶奶有趣的灵魂 有趣的女人 是不会被局限在生命里的 她们的高级趣味 在于不断求知 不断纳心 求知的方法有很多 读书 旅行经历 看纪录片 靠近有底蕴的人 唯有不断给自己的肚子里添墨水 勇于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思维才可能变得丰富而充满趣味 当一个女人的学识不断增长 思维不断开放 她的生活才会变得越来越鲜活 这样一个人 别人也最喜欢与她相处 能居能深 不喜欢斤斤计较 小姑大概是我们家最受男女老少欢迎的人 她这人很有自己的特色 常年小哈哈说话没个正经 说她没正经 并不是什么贬低怨念的意思 而是她这个人特实在特别有意思 有意思 她和姑父闹别扭 两个人都在气头上 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 姑父说你上次怎么说的 绝不因为打麻将输了就回家男我撒气 小姑说我什么时候说的 空口无凭你拿出证据 姑父气急败坏了 我看你就是条小狗 自己说过的话不作数还要证据 小姑有点心虚 看了姑父几眼 看她好像真生气了 本以为她要示弱下来平息战火 没想到一开口直接忘了三生 当场姑父就给气乐了 脸色立马缓和过了 说了句我就说你是条小狗吧 和事相处都是这样 常常是乐呵乐呵事情就过去了 心态放平 不是非要去争戈的是非对错 愿意亲近她 是因为她不会精精计较 不会上纲上线 生活理念常常是 大丈夫能去腾身没得是 有趣的女人 高级就高级在生活心态上 王小波说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 她还应该拥有失忆的视线 人一旦没了趣味 生活也就变得粗糙 变得不再可爱了 愿你能做一个有趣的女人 做个有意思的人 其实以后老了 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老人 50岁的法国女人为何依然性感 我家的小学生给我出了一道脑筋击转弯 什么东西只能加不能减 答案是年龄 我们的年龄确实只会越来越大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岁月在流逝 我们的寿命也在减少 法国作家麦林·德斯克洛克斯说 年龄既是一个数字 也是一个符号 是加也是减 它在移动 但只会朝着一个方向移动 年龄总是在增加 据说联合国把青年定义为 15到14岁之间 到了30岁就肯定是中年了 但好消息是中年挺长 新闻里提到的一位56岁的中年男子也没什么错 老年要从65岁开始 问题是将近50岁时 你真的还能以中年人自居吗 昨天在朋友圈玩一个真实的年龄报告测试 结果是我的灵魂年龄890岁 恋爱年龄20岁 心理年龄41岁 行为年龄16岁 按照注解 无论你多大年龄都是好事 800多岁你成仙了 40岁你真的诛气 16岁你甜而不腻 但换一种说法 16岁你懵懵懂懂 40岁你忙忙碌碌 800岁你老太隆重了 麦琳·德斯·克罗克斯 今年59岁 8年前她遭遇了一场心理危机 她喜欢上的男子麦克 交了一个37岁的女朋友 得知这一消息后 她三天没下床 她算了一下 那女孩出生时她自己已经16岁了 她觉得自己确实老了 但最后她克服了这场危机 麦克跟她的女朋友分手了 之后跟她生活在一起 她认为女人50岁之后也能很性感 她开始写博客记录 自己50岁之后的生活和感想 最后出了本书 叫为什么法国女人50岁时仍感觉很年轻 你也做得到 她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妻子 比她年长25岁 这让很多女性对她们的年龄感到释然 也让许多法国人开始质疑自己 在年龄方面的偏见 她建议女性要找跟自己年龄相当的伴侣 找到比自己年轻的男子很容易 因为有许多年轻男子喜欢成熟女性 你可以做女王母亲保护者甚至赞助者 找到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也很容易 你会被视为珍宝受到保护 但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会牺牲掉性生活的质量 穿衣打扮保持身材也是必须的 法师诱惑一书中说 法国有某一类型的女人 能够完美投射出一种 让世人惊艳的法式穿着风格 她们的穿搭看似毫不费力 其实却充满着策略与刻意 巴黎女人似乎特别懂得调和不同元素 穿新款的服装时就不会化妆 不可以同时佩戴锤调型大耳环和大型项链 即使两者本身就非常搭 无论对男性或女性而言 穿搭风格的一个黄金准则是 不管花了多少力气 打扮出是古尤雅的精致外表 都要设法显得不费吹灰之力 仿佛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 法国人在化妆上采取极简主义态度 认为彩妆会增添女人的岁数 会让女人产生纹路 就像树木的年轮 为了避免自己的打扮被视为粗俗 一次只能选择一向具有戏剧效果的强烈表现 穿非常高的高跟鞋 就不能搭配太短的迷你裙 如果眼部化了浓妆就不要涂唇稿 穿了迷你裙就不要穿弟兄衣服 穿弟兄衣服就别穿迷你裙 如果又是弟兄又是迷你裙的 对方会有点被吓到 对于如何保持年轻的心态 他提了一下具体的建议 首先要对自己的年龄保密 不要再举办生日派对 年龄是一个尴尬的话题 如果我提及我的年龄 我希望得到赞美 如果没人赞美 我会感到很失望 其次可以改个年轻年的名字 名字会暴露自己属于哪一代人 经常会有人把老气的名字 改成新潮的名字 只需要去掉一个音节 或者一个字母 比如不要叫弗朗索瓦斯 吉纳维夫 米瑞尔 相当于英美的琳达 布兰达 卡罗尔 还有 初次约会时不要戴眼镜 墨镜可以掩盖眷容 可以避免跟一些人打招呼 但对于不到30岁的人来说 谁戴眼镜都不好看 第一次约会时不要戴眼镜 看菜单时 可以用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或者点餐厅的当日特供 有些英国女性 对麦琳的建议不以为然 说 我不怕告诉别人 我54岁了 我们应该庆祝自己的年纪 而不是假装自己还年轻 不要浪费时间担心自己的年龄 完全可以很有范儿的 庆祝下一个生日 不管不顾的戴眼镜 而我想说的是 年轻的时候 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 我们试图追求更好的生活 站到金字塔的上一层 却又常常被现实困住 忘了自己的初心 初心一次经常被用在各种地方 但真正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初心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 也很珍贵 你必须在外面树立层层铠甲 才能保护你想捍卫的东西 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 只有外在 长本事 内心才更有底气 有底气 你才不会在意这个数字 而是自由地 按照内心而去活 去感受去热爱 洒脱又肆意 因为带着一颗初心上路 所以老这么世俗的子 才会远离你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 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